所谓百万计划就是和一百万这个数字有关系 但并不是说诺总直接给我们一百万 他实际上只给了我们五十万而已 我们会拿着这笔钱去收购一些二手车 对它们清洁整备 然后把它们卖出去 我们争取在一年的时间里能把这五十万变成一百万 大家好 又到了美洲带各位云股东云挣钱的时候了 这一集百万计划的主角就是我旁边这台老X3 这台车是201款的35i的豪华型 现在的里程数是过了13万公里 现在是13.68万公里 这台车比较不错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一台一手车 刚刚过户到诺诺的名下 在之前的预告当中 大家已经知道了这台车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维修项目 花费的会比较多 所以这台X3在云赚钱这个环节上 可能要令大家失望了 你看啊 这个是我准备的这个维修项目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 四张A4纸比较多 所以我们长话短说 直接开始 我们第一个要聊的项目呢 就是修分动箱 X3这款车分动箱出故障呢 其实是一个常见病 不仅X3有啊 X5也有 X5甚至还做了一个原厂的一个召回 它的故障现象呢 就是在原地打方向行驶的 车子有那种拖滑啊 非常不利索的那种现象 有点像得了脑血栓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把分动箱上的那种电控的那个插头给拔掉的话 车子就恢复正常了 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两驱车嘛 修这个分动箱的故障呢 我们也是驾轻就熟啊 每年都会接到很多相关的这个维修 维修的成本也算是在宝马 或者说是在财富的这种传动器当中是比较低的了 因为修的人实在是多 我们也没有自己去亲自维修啊 而是找了我们的外鞋供应商 这家公司呢 是专门修变速箱 也可以修分动箱这些 只要是传动器 他们都修 找他们修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人家效率特别高啊 今天送过去 第二天就可以提车了 像拆解这些工作 其实我们的技师也都会 对吧 但是拆之后要做非常专业的这种清洗 人家的设备比我们更加的专业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配件啊 比我们储备的要丰富很多 它是见到什么坏了都换掉啊 都有现成的零件去给你换 而且对总价格都没有影响 最终也提供一个一年的质保 所以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再然后做的就是一些小项目的这种更换了 比如说手刹的那个按钮呀 还有就是风量调节按钮 这个也是掉漆漏白了 还有门把手要更换 因为发年了嘛 这个都是宝马的一个常见病 我们换了一大堆 另外呢 就是像下护板啊 还有前挡膜 这些也都要换新的 内饰还有几个地方 比如说一些皮革什么的 我们都做了一些小翻新 这个就不提了 刚到店的时候 其实这台N5B30的发动机 还有一些抖动 冷车的时候 怠速有一个大概100多转的这样的一个跳动 过一会儿也就好了 因为这是N5嘛 所以我们也怀疑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像28A0这样的故障码 结果发现也都是OK的 所以这个故障呢 我们洗个节气盘 也就交代掉了 大家知道 诺诺的自营车 不仅是我们百万计划的车子 是所有的 你看到的这些自营车 我们都会做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路逝 在路逝的过程当中呢 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这台车也不例外啊 它爆出来的问题呢 比我们平均水平要略多那么一点点 这台X3呢 用了一个3.0T的发动机 这种车子 如果说它的排气声浪比较的充沛啊 比较的有劲 其实是完全在行李之中的 但是同样 它也是一款六七十万新车售价的这种豪车 所以说它在原地带速呀 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 它最好能稍微的安静一点 不要显得那么的狂躁 能显示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身份嘛 所以说宝马在这台车上 它用了一个叫做可变排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我们低速的低负载的时候啊 它其实是只有一个排气管出生 这个静音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车子会非常的安静 但是在我们高速行驶高负荷去急加速的时候 它的这个两根排气管都会打开 这个时候排气声浪就会非常的浑厚 而这台车的问题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排气啊 在原地带速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 同样是非常的浑厚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还挺有劲的 但是后来想想啊 不应该是这样 跟正常是比比 这个声音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检查了一下它这个排气 消音最后的那个尾端 什么消音鼓上面的那个真空罚罐啊 发现的的确确是坏的 而且前面有过修复的这个痕迹 显然啊 之前的那个修复 不管用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在前几年其实是很不好办的 因为宝马没有单独卖这个零件啊 它是把整个排气的这个尾段 和我们的真空罚罐 作为一个零件在往外卖 如果说你这个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坏掉的话 你要买整个这个消音鼓回来 这个花费肯定是很高的 我们之前有一位客户啊 也有过类似的一个困扰 然后我们为了能解决这个故障 我们等了大半年的时间 才等到这样的一个拆车件 然后把拆车件上面 好说歹说 才让那个零件供应商 把这个真空罚罐单独拆给我们 才最终解决了这个故障 而在处理这台车故障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走运 我们在淘宝上 竟然找到了这个的替用件 也是其他的小厂商做的一个啊 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替用件 是金属材质的 这个看上去就比我们 现在原厂的这个东西啊 要更加的坚固一些 我们在路市的时候肯定会去测试 它的底盘那个状态 然后发现这台车的这个减震啊 它的底盘反馈 其实都是一塌糊涂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去过个减速带 或者是压个什么阴影盖子 它都是咚咚咚这样过去的 这个也是要换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头疼啊 这台X3呢是高配的豪华型嘛 它用的都是那个半主动的 就可调阻尼的这样的一个减震器 虽然还是螺旋弹簧 但是阻尼是可调的 原厂的可调阻尼的减震器呢 一根可能就要是五六千六七千块钱 四根加起来两万多对吧 这个给谁都要倒吸一口凉气 给诺总也不例外 但是也多亏我们丰富的维修经验啊 其实后减震 我们知道是有附厂的替油件可以用的 这必须得给中国制造点个赞啊 原来都是大几千 可能要五六千至少的一根的减震器 现在一两千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还带这个电感的这种 这个可变阻尼的这种调节 其实这两个前减震的问题呢 也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之前没有用过国产的替用件啊 也不知道有国产的替用件可以用 在前减震上啊 所以最初的方案里面 我们是要用两根原厂的减震器 把它给解决掉 不过按照常理来说 既然后减震有替用件 那么前减震应该也有 反正很快也就找到了这个原厂的替用件 然后用很低很低的这个成本 就把这两个前减震的问题也解决掉了 现在这个车啊 底盘是非常非常的硬实 开起来非常的运动 而到了临上架的前几天啊 在一次偶然的低速行驶当中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变速箱那个位置 传来了擦擦擦擦 非常低沉的这种摩擦的声音 只有在非常安静的情况下 你才能听到这个声音 而且我最初啊 我还以为是轴承发出的声音 但是这个声音其实并不随着 车速的增加或者是减小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它就是按照自己的那个节奏 擦擦擦擦擦的这种变化 跟这种车速的关联性并不强 这其实也是X3身上的一个通病啊 而且就X3有 虽然用这套3.0T加8AT的 这个动力总成的车子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就在X3身上见到了这个现象 就是它的这个变扭器啊 和我们的这个发动机之间 还有后面的变速箱 它的这个角度啊 有一点问题 需要调整个180度 如果调整180度 这个意想还在的话 那就再调整90度啊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反正就是这个角度调整完之后啊 它就打破了原有的那种震动的传递路径 它的那种变扭器发出的这种声音啊 就会被消除掉 很奇特是不是 当然最重要的是修它不花钱 我们的这台车呢 其实是在前几天啊 已经做了一个上架了 在上架之后 大概几个小时 就有一位客户把它给买下来了 当然我现在说这个话 并不是说我后面要开始算账了 而是要隆重介绍我们的最后 可能是两个维修项目啊 这个我们拆虎板的时候 发现这边开始漏液了 这个是冷却液啊 虽然绿绿的看上去像冰箱油 但是是暖风水箱漏下来的冷却液 这个其实在我们常规检查项目之外啊 对 常规检查里面没有这本项 可能后期得改一下 把它加进去 把单子给它改 加到 漏网之旅啊 但是这也是好事情 然后以后就不要 还好是我们发现的 不是客户发现的 客户发现的叫不仅给他修 还得给他赔礼道歉 还得赔钱 这个其实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定价呢 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故障 也不可能考虑到这个故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这个利润当中 切割一部分出来 去把这个故障修好 因为这个故障 它不管客户同意不同意 诺总必须同意 因为这个暖风水向渗漏呢 是触发了我们的这个三星整备 只要没有交付到客户手里面 三星整备的项目 只要我们发现 就必须把它修好 这个是公司的规定 坚决执行到位 迎新而论啊 就是这台车 它暖风水向渗漏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应该是能够蒙混过关的 大概率可以啊 但是我们相信 就是蒙得过今天 蒙不过明天 蒙得过这台 我蒙不过其他的车子 在诺诺还算比较庞大的 这个交易量面前 任何侥幸心理 都是没有存活空间的 一切可能发生的倒霉事 都必然会发生 这个叫做诺诺唯物主义 这个修车的内容 应该就是这么多了啊 我们聊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在之前几集 百万计划当中啊 很多诺粉会在 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购买 百万计划的车子啊 我们也很想参与到其中去 不想再单纯做一个云股东了 我们想做真车主 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点的 就是我们百万计划 选的这些车呢 它和我们平时的自行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它的这个车况啊 里程啊 可能会突破边界一些 但是我们整备的标准 其实是一样的 虽然说我们之前搞过像530啊 还有像X3这样啊 整备项目比较多的这样的车子 但是说实话啊 他们的这个执行的标准 跟普通的自行车是一样的 如果这些车 就是一个正常的自行车呢 它走下来 一个上架流程走下来的话 也是这样的维修项目 我之前说过 我们的整个团队呢 会对这些车子做一个强过滤 但是百万计划的这个筛眼呢 跟正常的这个筛眼是一样大的 并不会变得更细 虽然是我力主换掉了 这台X3的这个减震器啊 最终实际发生的成本 是比较低的 但是可能发生的这个 原厂减震器的成本是很高的 我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 我肯定也要去跟诺总啊 去沟通一下 但是以这台车的底盘反馈来讲 即使到了诺总的那边 他也会一句话把我打回来 按照三星整备标准来办 而这台车的底盘表现 如果是严格按照三星标准来讲的话 它可能不是影响驾驶安全的那一类 但是它肯定会影响卖相 客户在试车的时候 也会非常嫌弃这台车的底盘表现 而最终触发我们的三星整备标准 把它给换掉 哪怕是四根原厂减震器 而像一些比较轻的 我们称之为一星项目 或者二星项目的这些活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交给客户去选择的 比如说像换机油 这个最简单的嘛 花费也不多 但是在百万计划的车子当中 其实很少发生 而之所以这么看重整备 要把我们的这个自营车啊 这个价位拔高到中等偏上 不那么清明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主要还是跟我们的一些理念 一些想法有关 我们在日常做二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有很多的车子 它具有一台极品车的这样的潜质 比如说它过手次数特别少 或者说股价特别的好 但是呢 因为里程数高了那么一点点 它身上有各种各样机械的小毛病 都是可以被修复的 但是修复起来呢比较头疼 如果就以未修复的状态 去流入到下架的手里面 这台车极有可能被判定为 成为一个烂车啊 判定为一个垃圾 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而通过我们的这些整备服务 就可以把车子恢复到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我们能就一台是一台吗 而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从买家的角度来说啊 就是咱们绝大多数人买二手车 其实还是为了开为了玩 我们的这个修车知识啊 其实储备都是不够丰富的啊 遇到这么多幺蛾子 在一台车身上 绝对能让你吐槽 绝对能让你后悔买它 所以我们这种行为 是连人带车 两个问题一块解决 又到了算账的环节啊 这台X3的收购价呢 是十四万五千零十块 我也不知道那十块是哪来的 售价呢 是十七万五千八百元 这个在我们小程序上展示出来了 这个售价 其实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价格 要是过户恩赐 里程特别多的那种X3 300i呢 肯定要比这个价格低很多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能折腾的空间呢 就是十七万五千八 减去十四万五千零十块 等于三万零七百九十元 我们维修了很多的项目 也就是说从这车 到店的第二天起 我们就知道 它的整备 联工代料要花掉 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块 这里面还包括 外携分动箱维修的五千块钱 但是我只是说 我们到店第二天 确定的维修项目 值一万多块钱 我们后来还发现了 暖风水箱的问题 这个需要拆掉仪表台 工作量极其的浩大 这个工时费就是四千块 除了暖风水箱之外 我们还发现 这台车的蒸发箱 也是有一点深漏了 过几天天气更热了 这AC得不停的用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 闻到里面 有一股冷霉的味道 所以我们这个 追加项目 不仅拆了仪表台 要换冷风水箱 现在还得再买一个 蒸发箱往回装 而这个追加上去的 尾巴工程 花了我们七千五百块钱 所以这么一通搞下来 我们真的是被搞得非常惨 从最初的三万一千块 将近三万一的 这个理论的毛利的极限 缩水到现在只剩下 四千四百一十块钱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期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新一个月的 这个财务报表 这台X3 百分百亏分 我们下期别忘了 我们下期讯鞄了 我们下期讯鞄 Mercury 我们下期讯鞄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下期念 面 三辆 我 小 我们下期 chambers